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红潮禁闻 我是奥雪 今天是美东时间6月11号星期二 这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马拉维副总统坐机失事 机上10人罹难 银行惨况曝光 自媒体这信息很关键 房奴千万别上当 于宗基讲军 快庭闯台淡水河是中共布局 美军计划打造地狱警官 阻止中共犯台 荷兰首都淘汰中国制摄像头 8000大学生竞争600个 煤矿井下工人岗位 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马拉维总统周二6月11号宣布 副总统索洛斯奇利马乘坐的飞机失事 机上10人全部遇难 因天气原因 这架飞机未能如期降落在 首都利隆规以北约380公里 及240英里的母祖祖国际机场 之后在折返途中失踪 马拉维总统 拉扎罗斯扎克韦拉周二表示 飞机残骸已经找到 他说我下令寻找在有副总统和其他9名乘客 乘坐的失踪飞机 这一搜救行动已经完成 飞机已经找到 我深感悲痛并遗憾地告诉大家 这是一场可怕的悲剧 据美联社报道 这架飞机上在有马拉维前第一夫人 而51岁的奇利马离难前 正值她的第二个副总统任期 她上周刚参加完在首尔举行的韩非峰会 于6月6号返回马拉维 奇利马此前曾因被指控受贿干预马拉维武装部队 和警察的政府采购合同授予 而面临腐败指控 但检察官上个月撤销了指控 奇利马自己也否认了这些指控 但此案引发批评 扎克韦拉政府被指 没有对腐败采取足够强硬的立场 马拉维过去是台湾的友邦国 但在2007年改跟北京建立关系 2009年2月 时任总统穆塔利卡坦言 马拉维当初与台湾断交 并与北京建交是错误的决定 中国房地产崩盘 断贡潮席卷全国 最新传出消息说 多家银行推出还房贷新招 学者警告说 房奴们千万不要中招 一段自媒体视频 曝光深圳楼市糟糕的程度 一位女士说 仿佛一夜之间 深圳楼市的风向全变了 感觉所有深圳人都在卖房 很多业主宁愿亏掉首付 也要把房卖掉 不包括法拍房 深圳已有超过10万套二手房挂牌 差不多每10个业主就有一个在卖房 以前是谁房多谁有钱 现在谁房子多谁就是大冤种 这位女士说 深圳热门小区房价甚至出现膝盖展 但房子还是卖不掉 因此很多人直接断供弃房 首付不要了 月供也不还了 这导致现在深圳很多小区 每个月都会多出好几套法拍房 现在深圳人让房子弄得资产缩水 说夸掌点直接家破人亡 房地产危机与银行业危机 甚至金融危机紧密相关 网传消息说 现在中国每家银行的按揭 贷款逾期断供率都非常高 银行现在最主要的工作 不是放贷而是追讨 现在只要有欠钱的客户 愿意接银行的电话 与银行保持正常沟通 银行就愿意帮客户展期 减免利息 这种局面下 陆媒报道说 包括平安银行 建行 新业 蒲发在内多家银行 推出先息后本业务 房贷客户可以先还利息 不需要还本金 据说算下来 可以头十年都不用还本金 这个业务已经覆盖上海 广州 成都等大城市 自媒体财经真相说 这个报道透露关键信息 其实就证实准断供的数量巨大 银行把房子收回来 也是砸在手里 加速金融系统危机 与其这样 不如干脆让韭菜先只还利息 后面再还本金 但这方法也只是暂时 拖延了断供的时间 业主后面还本负息压力更大 财经真相说 韭菜现在不要上当 直接断供 保留现金流才能是火路 6月5号 中共公安部党委扩大会议上 安排工作时提出 公安部要与有关部门协调 监测金融风险 重点领域 除中小金融机构 地方政府债务外 还包括房地产 舆论议论说 中共公安协助房地产维稳 说明当局意识到要出事 房地产革命正在迸发点点星火 哪天聊员就看风势了 中共也发现了 这是个未来的一个引爆点 配合上周的国资委退金令 说明中小金融机构 要开始爆雷了 意思就是系统性风险 马上就要发生了 中国级男子9号驾驶快艇闯进淡水河渔人码头 海委会主委管B011号表示 雷达针尖系统没有问题 是有人为疏失 导致完全失守 他感到非常遗憾 也下令要予以处分 必须有所警惕 中国级小艇竟然能越过海峡中线 直闯淡水河口进入渡船码头的做法 希望之声记者11号采访了台湾国防大学 政战学院前院长余宗基将军 小型艇在台湾的淡水河口被发现 这个地方不管是渔船游轮等等 进出是频繁的 所以用这种小型艇来躲过 雷达的侦测凸显淡水河口这么重要的战略位置 竟然让中国做了这样的一个 利用民间船只做掩护 突穿台湾的海巡署 及沿海雷达侦测 这个的确是国家安全上面 是一个重大的疏弱 其实淡水河口一直是中国历次的军演 尤其是2024A 刚刚所谓对台湾进行惩罚 俞宗基表示 未来重要港口必须加强配置海巡兵力 从淡水河口上来 只要半个小时就可以直接到达大稻城 也就是接近总统府 所以我相信 未来在淡水河口必然增加 经常性警戒的海巡兵力 同时针对周边的这些重要的军事要地 还有淡水河口旁边的台北港 再过来就是桃源机场 这些事实上都是中国他会不断地去测试 台湾侦测雷达或是海巡兵力的这一些漏洞 尤其这个时机蛮敏感 在国防部长才刚刚宣布 所谓的进入我们12领空领海 会断人采取军事的反制手段 台湾海巡人员发现中国快艇驾驶员过去曾在海军服役 还担任过艇长 国安系统会介入侦察 对此于宗基解释说 这就是一种军事手段的做法 因为他在中线换成小艇 然后进来 这不是一般民众能够掌握到这么精准 尤其又可以避开海巡定时形容 这个都是长久观察布局 然后所采取的作战的渗透方式 这个当然也是不排除未来 对台湾如果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 他在测试台湾防备方面的弱点漏洞 另外也在测试台湾军方海巡 彼此之间的这个联合海上监视的能力 测试台湾的反应时间 这些其实都是为他将来 如果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 是一个先前测试 希望之声记者凯特 潘翔采访报道 美军计划将在台湾海峡 部署数千艘无人舰艇 新型无人机 打造地域警官 挫败中共武力犯台的行动 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 6月10号发表文章说 美国新任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塞密尔·帕帕罗上将 近期在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 安全会议后接受了采访 帕帕罗透露 美国军方计划实施一项 名为地狱警官的战略 这是挫败中共武力侵台的关键 一旦中共武力攻台 入侵舰队开始穿越台海时 美军的数千艘无人舰艇 无人水面舰艇和空中无人机 将蜂拥而至淹没台湾海峡 这会让中共军队忙个不停 为台美和伙伴部队争取全面反击的时间 他没有透露这项战略的细节 但他表示这是真实的 而且是可以实现的 帕帕罗分析说 中共可能会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 对台湾发动大规模攻击 因为中共党魁习近平不想重复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犯下的错误 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 他们想给世界带来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战争 在世界各国团结起来之前 战争就结束了 一些公开迹象表明 地狱景象计划正在进行中 今年3月 美国国防部宣布将斥资10亿美元 开展一项名为复制器的项目 这项任务建造大量无人水面舰艇和空中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无人舰艇的交付时间尚不明确 根据美国多数智库针对台海冲突的兵推 如果无人武器系统在中共犯台时还没准备就绪 可能会增加持久战的风险 美国海空军将承受重大损失 战事会扩大到日韩非等盟国 帕帕罗认为 西方40年来试图让中共在政治上 实行自由化的努力失败了 亚洲将迎来一个更加危险的新时代 对此希望之声记者11号采访了旅日资深媒体人张本珍 张本珍认为地狱警官计划 对阻止中共武力犯台的行动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张本珍表示西方民主国家已经联合起来应对中共的威胁 实际上台湾根本就没有问题 有的只是一个中共暴政的问题 这样一个暴政面对台湾面对中国大陆的民众 它都是一种暴力的一个机器 没有一个正义 它现在只是用欺骗西方取得的一些经济的一个 总量的这样一个实力来增加它的威胁性 但是现在世界我觉得对中共也是越来认识的越清晰 所以你看现在包括法国欧洲 它现在也开始跟着美国 它表示要并肩来应对这个事情 张本珍希望台湾人民应该有信心抵制中共的威胁 中国这样一个力量来威胁台湾 最关键的我觉得还是整个的台湾民众的意志 他们要维护这种得来不易的 在世界华人历史上第一个和平转型的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体制 有多大的决心维持这样的体制 我觉得台湾人现在只要看到香港沦络的过程 实际上很让人胆战心惊的 希望之声记者王倩 潘翔采访报道 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市政府 将停止使用中国制造的摄像头 出于对人权和间谍活动的担忧 这些摄像头主要用于监控城市道路交通 据荷兰时报报道 目前阿姆斯特丹有1280个中国制造摄像头 2023年5月市议会通过了一项动议 呼吁市长和市议员停止使用中国制造的摄像头 原因是担心这些摄像头会将图像传输给制造商或中共政府 负责资讯和通讯技术政策相关问题的市议员 亚历山大·斯科尔斯在致议会的一封信中表示 人们担心中国摄像头制造商可能参与了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 例如针对维吾尔人的侵权行为 斯科尔斯说 根据荷兰市政协会的说法 许多市政当局都在努力解决中国摄像头的问题 由于成本高昂 市政府不会立即换掉所有中国摄像头 预计阿姆斯特丹目前使用的中国摄像头将在五年内全部换掉 市政府办公室的几个中国摄像头已经被换掉 上个月 荷兰通用情报与安全局公开表示 中共的间谍活动日渐猖獗 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与日俱增 4月24号上午 荷兰当局突击搜查了总部位于路特丹的中国安全公司同方威视 其位于波兰的办事处也被当地警方突击搜查 据悉 同方威视专为海关边境管制提供监控技术 除了为海关提供技术 这家中国国有公司还向路特丹港口提供集装箱扫描仪 并向史基辅机场提供行李扫描仪 欧盟委员会表示 这次突袭搜查是绝对必要的 早就有迹象表明 同方威视涉嫌非法出口 出于国家安全考虑 美国和加拿大早已禁止这家公司在当地使用来自中国的安全设备 美国政府指责中国监控摄像头制造商 在中国对维吾尔人 哈萨克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实施监控 涉嫌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 并因此于2019年 将中国大华和海康威视列入商务部的贸易黑名单 据陆媒新黄河6月10日报道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不久前发布通知 招聘大学专科学历和理工科相关专业背景的井下操作工 入职后需在煤矿井下一线生产岗位工作不少于5年 截至目前已有8000多人报名 远超600人的招聘需求 有着天之骄子之称的大学毕业生 苦读多年却要竞争一个重体力高风险 黑煤抹面的煤矿一线操作工岗位 着实让许多人傻眼 然而报道说 这不代表学历贬值 有网民在报道下纷纷留言说 不代表贬值又代表什么呢 也有人说考不上大专 连挖煤的资格都没有了 五粮业的考九工人都要本科了 一定练好身体 做一个新时代有文化有知识的苦力 不过也有人表示理解说 那能干啥 外卖也饱和 快递也饱和 网约车现在也饱和 就业形势严峻 找到饭碗就是出路 就是重赏 必有大批人流趋之若鹜 据中共教育部去年底预计 2024年应届高校毕业生高达1179万人 比2023年新增21万人 比2022年新增103万人 毫无疑问 大学生失业已经成为中共当前最为急切的难题 5月27号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指示 要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 作为重中之重 随着中国经济状况越来越糟 北上升广等一线城市也走向衰落 外商撤离 百业见萧条 本土失业率大增 职业发展空间越来越小 一些大学生不得不返乡找工作 今年4月 麦克斯研究院发布 中国2018至2022年 大学毕业生培养品质追踪 评估蓝皮书表示 应届本科生 大学生毕业半年后 往县城就业比例明显上升 从2018届的20% 升至2022届的25% 其中回县城工作的本科生中 有59%是毕业五年内一直在县城工作 41%是工作一段时间后再来到县城就业 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 2023年11月的数据 16至24岁青年 2033年将达到峰值1.61亿人 这显示青年失业率问题 在未来十年内都将是中共挥不掉的噩梦 这期的红潮禁闻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 订阅和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